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新闻阅读器项目 今天我们要讲的课程是框架 就是我们新闻阅读器要用到的一些第三方的框架 或者是一些SDK 在开始今天课程之前 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节课 我们讲的那个 主要是需求 列出了我们新闻阅读器项目的一些需求 还有就是原型 我们以网易新闻为原型 功能就是我们这个项目要实现的一些功能 功能点 目标 目标里面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通过做这个项目 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这里有整节 长学习 长总结和长时间 掌握系统设计方法 还有一种目模型 一线存储和消息推送机制 如何统计用户的行为 这是上一节课的内容 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是框架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要用到的一些第三方的框架 或者是一些SDK 首先说框架 什么是框架 框架主要是别人开发好的 提供出借口 我们直接调用就可以简单的一些调用 就可以实现复杂的功能 这是一些框架 像Fluenwork 像一些SDK 这里边首先是一个解析Json的一个酷 看一下 解析Json的酷 这是Github上的一个圆码 如果大家对Json还不了解的话 一定要去学习一下 非常简单 也是移动端非常常用的一个数据格式 为什么用它 就是因为它简单 不像XML 它有一些简单的数据 就包括复杂的一些描述 描述数据 描述节点 所以这是为了减少数据流量 所以用Json格式 数据库操作 数据库操作是FMDB 我是常用的是FMDB 它是支持多线程的操作 这个到时候 我会在用的过程中 对上面的酷 再做一下简单的封装 小米推送 小米推送的话 也有激光的推送 这里我主要是用小米的推送 觉得还是不错 好多第三方的 应用平台都在用它 用到的18个框架 这是简单介绍 我们下来 我们一步一步的开箱 这是Json的一个圆码库 把它下下来 用一下就行 然后我们在真正的具体项目中 我们在做的过程中 也会还会讲它 大家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这是FMDB FMDB 它的语言 到时候 大家先简单了解一下 小米推送 这是它的一个开发文档 也非常的简单 有大家客下可以先熟悉一下 小米推送 它是怎么做的 是应用里边怎么配置的 很简单 到时候我们用的时候再具体讲 这是统计 这是有萌的一个统计 大家看一下 有萌的CAMO 这里边可以建产品 大家可以自己建一个产品 来在自己的应用中 接一些数据 那这里边是统计 看点一个应用 我点一个应用 实施统计 整体的一个趋势 然后可以看 这一个例子 然后用户行为分析 像新增用户 有哪些 然后活跃用户 起步次数 版本分布 这里都可以统计出来 留存分析 渠道 也是来自于哪的一个渠道 像IPS道还是企业版的一个渠道 用户参与度 功能使用 那这功能使用里边 我们着重讲一下 它有一个自定义事件 就是我们想统计哪个按钮 点击了多少下 可以定一个事件ID 事件名称 在代码中 可以按照它的写法来 很简单写一下 这里就统计出来了 终端 终端里边有地域 比喻还可以看哪个地方用得多 河南 80多个 终端的设备终端 设备终端里边就包括你用你应用的一些设备类型 像有6 plus 还有一些使用的网络 这都可以统计出来 对我们后边的分析非常有用 运营商 看大部分都是WiFi 再对大家有用的一个就是粗略表 像有一些崩溃之质 这我故意弄的一些崩溃 大家看一下有什么崩溃了 都会在这里统计出来 是什么版本的 看崩溃的具体信息 这是它的一个崩溃信息 这里边是没有这个方法 这应该是ls在6上用 ls6上没有这个方法 所以倒是在崩溃 好 这是错误列表 对大家比较有用的 你看它这里边有一个消息推送 也是一个isdk 按照它的写法 还调用就行 这是有盟的统计 我再看一下百度的统计 百度的统计就比较强大了 你看有盟的统计 它其实是指支持移动端 看一下有盟社会化分享 它有这么多功能 只支持app的开发 看app的开发 百度的统计 这统计的百度 它里边就有这些 用你的网站写一个域名 加一些脚本 就可以重新你网站的行为 然后这些入口 这些都不用看了 它有一个跨评分析 这些我们以后再登录 百度的统计 基本上就是刚才看到的 刚才看到的 大家可以去试用一下 它有网站统计 有移动端统计 还可以跨评分析 像这里有移动统计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演示 看它的演示跟有盟 即是即差不多 看有地域有终端分析 有终端分析 还有一些访问页面 访问页面 这个页面访问了多少次 带了多少时间 这就可以统计出来 版本分布 错误分析 错误报告 这些都有 像整理趋势 跟有盟差不多 如果你想统计网站 又想统计移动端的话 用百度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百度它有一些 现在可能还在完善 用的基本上还不错 我们在做我们项目的时候 我们这两种都要介绍一下 有盟怎么用百度统计 我们怎么加入 天气的话 天气有一些接口 这里面我整理 我在网上找了一下 天气 这是中国天气网的一个 中国天气网 一些API接口 怎么调用 怎么过去当天的天气 还有白 这是一些具体的 具体的返回值 一些接口 天气的一些图标 像百度 百度天气 还有新浪天气 就是中国天气网 中国天气网的用法 中国天气网 下面还有百度 这里面说了百度跟新浪API 新浪天气的API怎么用 这个百度API 是怎么用的 我们在用的过程中 可以看哪一个比较好 我们就用一下 天气的接口 网易新闻里边真正用的 它是使用了18个台元的组件 像网络操作的 这是网络操作的 这是网络监测的 像一些音频流转换的 这是一些模糊效果的 看非常的多 我们在做我们的项目的过程中 这些不会全部用到 只会用到一部分 教给大家一些 使用这些酷的一些思路 大家课下可以自己去 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研究一下 像这些模板 像这些解压缩 一些网络 一些网络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好 这就是框架 对网易新闻的一个框架 我们还有我们要使用的一些框架的 一些简单介绍 这是简单介绍 大家这里边都有地址 这里边列了一些地址 大家可以先去简单的了解一下 在我们开发的过程中 还会使用到 使用到 好 这是框架的内容 在框架的讲完之后 还要给大家讲一下 那如果我们一个应用做的不错 我们怎么去研究它 怎么去研究一个APP 这个APP 好 这是一个PP助手 PP的助手 这是你的设备 应用游戏 这是你应你手机上安装的一些应用 大家可以看 我找到网易新闻 这是网易新闻 然后查看文件 看这个文件的话 其实我现在的系统是iOS 8.3 我把我的手机图 用到屏幕上 看一下 iOS最新的iOS 8.3系统 因为它是还没有越狱 还没有越狱 对一些8.3以下的系统 像7.0 7.几的系统 这里都会列出它的目录 这里看一下我用iOS6的系统 获得的一个文件加目录 文件加目录 这是它里面的一些文档存储的 这就是手机上的一些文件都会在这里 都会在这里表现出来 在这里列出来 如果是6的系统 在这里边 这些文件都会在账截出来 把它导出来就行 导出来 最后就是这样的信息 像看它是本地是怎么存储的 然后有什么一些配置 像这里边图片缓存 缓存在哪里了 在这里都可以看到 它是整个的一个目录结构 一些临时的 这就是它的APP APP 这里边就可以看它的一些 用到的一些资源了 我们到时候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会把这些资源 我们用到的一些资源先考出来 我们先练一下手 练一下 练一下手 这些目录有什么区别 像它们的library 还有这个temp 我们会在 迪现存储 那一张章节里面具体介绍 它们有什么区别 我们可以先 同学们客厦可以先看一下 了解一下它这里边的一些 一些路路结构 还有它资源里面可能用到的一些一些图片 看一下这里面其实 其实都都包含了 大概能猜到对一个功能 大概能猜到它是怎么实现的 好 看一下网易新闻 我们来演示一下 这是网易新闻启动 对 刚才有一个刷新 看一下这个刷新 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我们可以 可以从它的资源里面 大概猜一下 刷新 刷新的按钮 它有一个这个图表 还有这个图表 我们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刷新 看 它这个图 这张图 其实就是这张图 然后它松手之后 它有这个圈 这个图 其实它是在把这张图放大缩小 这样我们就可以猜到它 这个是刷新是怎么实现的 是两张图 向拉的时候 移动 移动这个圆圈 往下移 往下移 看 还有一个见面的效果 有一点卡 我先等一下 看一下 这个图往下移 移到这儿之后 就不能再往下走了 走了之后 松手之后 我们用第二张图 来进行一个放大缩小 看一下 放大缩小 好 再改变它的位置 这样刷新的效果 我们就知道它是怎么做的 通过它的资源里边 有一些图片就可以猜到 好 可以给大家客厦留一些 一项作业 看一下 这里面看的不太明显 这里面有个栏目条 照有个阴影效果 大家可以猜一下 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这边照有一些阴影 这是怎么实现的 其实从它的资源里边 我们就可以猜到它是怎么实现的 大家客厦可以去研究一下 我们在讲我们的栏目条的时候 也会具体的讲 这个空间是怎么实现的 好 这是教给大家 像它这里边的一些点击之后 它里边的内容是怎么实现的 就这种布局是怎么实现的 其实从它这里边也有 也可以看出来 它资源里边 看 它有一个模板 打开 打开一下 看它有一些模板 然后 看它有标题 有网易 有这个时间 有这些布局 图片布局 看一下它这里边的 这其实是HTML里边的一些 CSS控制 CSS控制样式 然后它把内容获取到之后 获取的内容是Json 它把Json里边的title 替换到这 然后就是title 然后把你的来源 就替换到这 然后 时间 就是发布时间 就提问到这 它们具体的样式 其实是在CSS 里控制的 这些 你看它 看它这些有EVE 有S 它其实用到了 一个 它里边有一个开源框架 刚才我们讲的 这样一个 这里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模板引擎 模板引擎 然后还有一个正则表达式 它是通过把Json里边 通过正则表达式 把这些title 然后再根据模板技术 把里边的这些判断 这些条件判断 先把它关掉 根据条件判断 if else 如果有这些 然后就怎么着 然后这是模板的一些技术 然后通过正则表达式 过滤出title这些字端来之后 把这些填上 把它填上 填到这里边 然后样式就出来了 这有相关推荐 还有一些广告 EVE IOS广告 看一下 IOS广告 看它里边有一些 像画 录取有一些图片 比较长 还滑到底部 那底部有些广告 有些热门跟铁 有些广告 它其实都在下面 这些模板里控制的 大概想讲一下 它的实现原理 我们具体做的过程中 还会去讲 还会去讲 这是它的里边的一些 技术 再看一下 再加深一下 我们的印象 这是它里边的一些控制样式的 它的原码里面也 它的APP里面都可以找到 控制样式 这是gns 就是点击图片之后 会怎么样 这是控制 这些事件的一些 vtml里边新闻 详细页一些事件的 这是控制 刚才我们讲的新闻 它有一些布局 它有一些布局 有一些布局 看一下 上面的 它有一些标题 像标题是什么样式 都是在这里控制的 这是控制样式的 coding的样式 看有一些字体放大缩小 它的字体字号什么的 都是在这里样式的控制 gns gns是控制 gns是控制事件的 是控制事件的 看这里边控制事件 就说我在这里边点击了图片 它会怎么办 点击图片 它会有一个回调的事件 这里边都有 看它有一些特殊的URL 下载中这些 都是在gns是控制交互 控制事件的 然后 css是控制样式的 gns是控制脚本交互的 这个模板是为了 把内容获取到之后 先充到模板里面 按一定的 按一定的方式 先充到相关的位置 就是这是模板 好 这样 这是什么呢 这说明了什么呢 它是把内容 内容和样式分离 来表示 来呈现这个版式的 这样有什么灵活 这样非常的灵活 如果我们换一种样式 或者以后想换一个样式 它可以自动的更新 这个模板 把这模板更新了 内容不变 模板 内容不变 模板变了 然后它呈现的样式 就会改变 这是样式 交互 这说明了我们 这是控制交互 那很表达了一种什么思想 就是说 功能分离 样式就是控制样式 交互就是控制交互 这是模板 就是控制我们数据填充的 好 它里面还用了一些字体 这个我们项目 也可以到时候也可以用一下 看 看我们这个项目 怎么用一些字体 好 今天的课程基本上讲完了 我们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 我们讲了一些框架 这些框架 大家下课下可以去先了解一下 我们又讲了一种怎么去研究一下 别人做的比较好的一个APP 怎么去分析它 这个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嗯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